又很低 所以纽约的月首 很低 所以纽约的月首都是靠着在外地巡回赚钱的 或是在亚洲跟欧洲赚的会比在美国还要多 真的 因为生多粥少啊 对 而且美国的学校招生的这个量很大 就是他们 就是一次收很多很多的学生 进来之后再给你分级考试 那对我来说 这是蛮资本主义的一个做法 那因为欧洲的学校都小小的 我们都是小单制 所以在我们至少至少在比利时 我从刚进去程度不够好 到后来毕业的时候还还不错这样 这一路上是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在帮助我的 然后有几次我真的觉得非常 非常辛苦压力非常大 然后也很自我怀疑的时候 我会听到很多很有建设性的话 比如说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 有一件事情 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试超过一百次 你不能说你不行 然后还有我同学啊 对我才做事了两次 对 你还要去上一百堂课 九十八堂课 然后我同学啊 我所有的同学他们都会 就比如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这好难 或是我真的觉得我程度不好 然后他们会回答你说 你就是因为这样才来上学的啊 就是在那里没有 我至少在布鲁塞尔的音乐院里面 我没有感觉到这种互相竞争 比较 不管你是不是同一个乐器 所以我们会 比如说歌手一起练习 然后因为爵士乐是一个很重视 每一个人personal style 要unique的人的音乐 所以每一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都会互相去欣赏 对啊 所以这个环境 对我这种可能比较没自信的人 来说是特别适合 他除了帮助我在音乐上面 进步很多 然后也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声音啊 自己的一片天以外 我觉得他对我的人格发展 有很大正面的影响 对啊 那因为纽约真的很竞争 所以我常常会听到去纽约的朋友 生活得很辛苦 那当然在比利时也有在比利时的辛苦 比如说讲法语的人 态度都不太好啊 各式各样的 可是我觉得我在那里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啊 我可以感受到很很多的支持 从我不认识的人 身边的人 然后我觉得我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然后我感受到什么叫做 没有条件的爱 那接下来你的下一步计划会是什么 我去年年底发了一张 贝斯跟人生的二重奏 不过因为那贝斯的时候 它在比利时 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进行宣传 不过现在在这个线上平台 已经各大线上平台都有 然后我也去年又录了另外一张专辑 然后我们现在在混音当中 所以可能顺利的话 今年年底会发 那今年年底 我在比利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 比利时最大的剧院 邀请了我参与的一个project 然后我们会在12月的时候 会在比利时演出 然后8月的时候 我会在两厅院参与实验剧场 有一系列Charlie Parker的系列音乐会 然后我也会有两天在那里演出 大咖 你变大咖了 来来来来 我们要庆祝一下 来来来庆祝一下 恭喜你 感谢你 嗯 我问你哦 有没有人问过你 那个喝了酒之后 唱歌会比较好听吗 有人问过我 但我没有叉耶 没叉 是我喝的不够多吗 我是喝了酒之后 我就会走音 为什么 这个 我不知道 我喝了酒之后就 我们要请营养师 我们要请营养师 跟生物专家来帮我们解答 这个问题耶 有这么严重吗 我真的觉得跟每个人不一样 我后来有发现那种 喝了酒或唱得很爽的那些人 其实平常也比较压抑 对 对 然后我 我喝了酒或走音 纯粹是因为 我觉得 纯粹就是因为我就放飞了 那我知道 放飞自我 不知道在哪里 问题在 问题在喝了多少 我喝一点点 哦对 还好 但是再多喝一点 就是人家伪讯有些人 诶 那个我在大陆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人喝了 尤其是那些官员嘛 他们喝越多 唱得越大 唱得越好 就是可见他们多压抑 可是我是喝越多 到后来就不知道 我的唱识 如果真的叫我上去唱歌 我绝对不唱 因为我一定会走音 我很不知道我在唱什么 就是 你内心住着一个 邪心的灵魂 是不是 因为你内心有一个邪心 然后你总是觉得 哦 因为我是 我是谢淑文 so I have to be good you know I have to sound good 但是 who care 然后就是 你问我 你有多深 对 超北极 我懂了 所以 为什么可以没差 各位想要看 淑文老师另一面的朋友们 记得见面的时候 伴手里不要带错哦 把我讲成酒鬼 我妈会骂我 因为我真的很少 这集我妈也不能看 你妈也不要看 我很少喝啦 好啦好啦 那我们 好啦今天 谢谢文慧来到我的会客室 我觉得 接下去我们这边要 弄一个什么 淑文老师会客室 这样 然后我刚才没事 就是找个人来 聊聊天 分享一下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去搜集一下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我觉得 或许对于 各位观众 会有一点帮助吧 那如果你喜欢 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记得 帮我们按个赞哦 耶 然后还帮我们 分享一下 对啊 哈哈哈